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说从孩子的角度来说 就是要去体会父母亲对孩子的爱 因为华人父母不太把爱讲到口中 也不太有用肢体语言表达 就是哇 你好棒 你今天终于把房间整理干净 让我抱你抱个十分钟 我们比较不讲这样的话 但是要让孩子真的去体会到 父母讲话背后的动机是如何 为什么要这样讲 他希望你好 希望你建立你的品格 希望你将来功课能够好 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为什么 因为他希望你各方面都顺利 这是父母的心 哪有人父母看到自己孩子 哇真棒 你看我叫你小心你不小心 终于这样 不会的 所以这方面我们去体谅一下 那对于父母来说的话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孩子知道 说我们真的爱他 有些时候不妨去试试说 我真的很爱你 所以我看到你房间这样 让我难过 但是不妨当孩子做一些正面 积极的事情的时候 立刻鼓励他 这非常有果效 你就鼓励他说 我我跟你提醒这样 你竟然愿意做 那我看到你做很好的决定 我很以你为荣 那让我们彼此之间 互相有这样正面互动之后 有些事稍微退一点 有些事稍微近一点 你慢慢发觉来 其实亲子关系不是那么复杂 那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事稍微运动之后 我们发现了人们的事情 不过我的事稍微变成 我们的事稍微变成